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灵灵把开架势对宁缺对战 她使出全身念力 画出神符 并且承认自己来自惜灵 这是夏侯都不知道的秘密 灵灵杀宁缺不单单是为了夏侯 更重要的是为了光明 宁缺气得咬牙切齿 使出连声传授给她的魔宗功法和灵灵展开激战 灵灵渐渐不敌被一剑穿星 当场弃绝身亡 龙庆辗转来到燕国京城 她衣衫褛褛 实不果腹 只能沿街其讨 却遭到当地 与盖帮的漫马和我打 陆成家不离不弃跟着她 陆成家苦苦恳求她一起离开 到一个没人认识她们的地方 可龙庆去故意对她百般羞辱 陆成家伤心的拂起而走 龙庆望着陆成家失望的背影 她的心如刀割 好了 本期视频就介绍到这里 喜欢请关注加转发 我们下一期不见不散哦 再见